今天食尚由中,我Nadia帶大家來到一條客家村 它是位於青衣的蔥美村 所以我數下有300年歷史 來到客家村當然要介紹大家吃正宗的客家菜 這裡就是陸基 它由一對客家兄弟開的 大家一起跟我去看看有什麼好吃 說明吃正宗的客家菜 來到陸基一定要嘗嘗他們的古法客家 和古法客家燜 顧名思義,古法客家燜 一定用最傳統的方法去煮 你會看到師傅有一個很大的鑊 鑊橙和柴果去煮 首先爆香了新鮮豬肉的麵 然後加水去煮 大概半個小時 再加藍魚和豆撻面再去燜 炆到差不多這樣 就可以用大黃橙攪拌乾身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讓我試試 它充滿著傳統煮法的味道 而且肉是很辣很入味的 我先煮豆腐 它塗了醬汁 很juicy,好好味 這一味就是做法客家燜鴨 主要材料當然會有鴨 薑絲和白醋 也是用最傳統的煮法去煮 老闆就說 很多客人去夾鴨 都會夾薑絲一起吃 讓我試一下 有一個很有傳統的風味 而且肉很嫩 一點都不嫩 加上它有甜甜酸酸的味道 嗯,很開胃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叫撈呢 我說我的撈不是LOK的撈鴨 我說這個撈是煮法來的 告訴大家 其實是把一隻鴨放進鴨裡 撈一下撈一下 撈來撈去,撈到它熟 這樣這個煮法就會撈了 除了正宗的客家菜之外 他們的小炒和小菜都非常出色 接下來都會介紹三款菜式給你看 這裡就是六記小炒王 它的賣相非常不錯 這個...很香啊 這個就是辣酒冬風朗 而這裡就是必食的香煎韭菜餃 它非常受歡迎 每天都會賣超過300隻 好,我們馬上就試試這個六記小炒王 它的賣相真的很漂亮啊 畫得很夠鑊氣啊 它主要有蝦肝、大蝦、銀魚肝、蔥菜沙、腰果等等 它跟一些自家的XO醬一起炒 所以它除了沒有鑊氣之外 它有少許辣的 口感和程度是很豐富的 一定要試一下 這味道就是辣酒冬風朗 它主要是用香濃的花蝦酒和冬風朗一起煮的 讓我試一下 它很入味啊 而且它有很重 很濃郁的酒味 不過它又不會太過這個鑊肉的鮮味 而且它們炒得很乾淨 裡面的一些渣都沒有 再加上它的鑊肉很新鮮 很爽口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這個一定是你最佳的選擇 而且這裡的冬風鑊是限量供應的 所以早點來點餐 好了,到這個香煎韭菜餃了 我來試一下它幾點餐吃 它真的煎得很香 而且它是由北方的師傅來煮的 它用很薄的皮 包著新鮮的豬肉和韭菜 咬下去 淡淡都是新鮮的豬肉汁 加上它們每天都是迫人去包 來到陸記 一定要試它們的招牌雞煲 主要的成分是新鮮雞 薑蔥 花椒 和自家醬等等 讓我先試一下它們 我聞到很輕 它們用了一個很特別的煮法 它的煮法是山椒 什麼叫做山椒呢 就是把生的新鮮雞 放在火鍋裡一起煮 加上他們的自家醬 它會令到雞的原汁味可以保留 它們的肉很嫩 其實它的皮都很滑 而且它們可以有辣 和不辣 可以適合同時的口味 就是整瓜瓜 哇 剛才吃了這麼多好吃的客家美食 和雞煲 而陸記它們一向都要保證它們的食品質素 如果要吃好吃的東西 下次記得打電話來預約 陸記的地址是 青衣聰美露屋邨92號地下 大家可以坐到港鐵青衣站 轉成專線兆巴88F 或者去到葵方站 三都會出口轉成專線兆巴88D 巴士有41 42C 43B 43M 243M 和249M 4M 5M 5M 5M